電腦王阿達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相信現代很多人每天工作娛樂 一定都會用到電腦筆電這類的設備 但是如果你的電腦只有自己用 或是你在房間用的話 那其實問題不大 不過更多人在Wall from home之前 都是在辦公室上班 就算是需要帶著筆電在外工作的朋友 應該通常都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身邊的同事家人或者是路人 經常會看到自己電腦螢幕上的畫面 如果是辦公的場所 可能就會牽涉到業務機密這類的資訊 會被有心人士看光光 更別說 有些人可能會趁著工作空檔 處理個人的私事 然後就被抓包 在國外跟台灣都有 上班的時候偷看A片 或做其他事情被抓包的紀錄 另外如果在家辦公的時候 你的損友如果傳一個訊息 那你如果當時沒想太多 直接點開 結果打開來是那種 不能公開欣賞的普及內容的話 如果被朋友或家人 或者是同事撞見 那真的會非常非常糗 小則丟臉 大則啊 影響個人升遷 所以啊 近年來 有些人會在自己的電腦 或筆電螢幕上 安裝一些 來避免 吃一命的外露 或各種尷尬情況的發生 但是啊 坊間類似功能的產品 其實是很多 今天阿達就為大家介紹 來自台灣隱私防護第一品牌 就是一款 然後支援的機型廣 安裝容易 更具備了防護螢幕的功能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接下來就為大家開箱 接下來我們直接開箱 那頑皮鬼防虧保護貼呢 從外包裝來看 就覺得它蠻有創意的 大家覺得它的包裝像什麼 就像之前蘋果發表會 常常出現 one motion的那種牛皮紙袋 那裡面放了什麼東西呢 我們打開來看看就知道 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它就有一個 擦拭布 就怕你沾指紋的 那看一下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那這邊還有一個使用的 簡單的說明 那這邊 還有它安裝貼片 它的安裝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卡夾式的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一種黏貼式的 這兩種我都會為大家介紹什麼使用 那接下來看一下 中間這裡 打開 好 中間就是王皮鬼的一個防虧貼片 王皮鬼防虧保護貼 它採用LG的防虧原模 而且它具備 雙霧面的設計 那厚度呢 只有0.034公分 相當的輕薄 那正反兩面都可以使用 那在正面的一個右下角 這邊有一個 王皮鬼的雷雕LOGO防尾 貼上之後呢 就算你螢幕蓋上 也不妨礙使用 那接下來 阿達就為大家簡單示範一下 它的兩種貼法 接下來阿達直接為大家簡單示範一下 如何將王皮鬼防虧保護貼 貼到我們筆電上 它不然是貼筆電 或貼一般桌機的螢幕 都是一樣的 它有兩種貼法 一種呢 它叫卡件式 它是直接可以貼在四個角落 然後呢 你的保護貼到時候是順順的放下去就好 相當簡單 首先呢 可以把這邊先折斷 一般來講 我們就是下面兩個角落 旁邊兩個角落 如果說你怕不穩的話 多貼到四個、六個、八個都可以 好 那接下來我們先貼下面這裡 從中間再把它撕開 折斷之後呢 就可以取下這個卡件 貼的時候 你就把它貼起 這個你就貼在螢幕的左右兩側最下方 貼起螢幕下緣把它貼著 最後呢 記得螢幕要先擦乾淨 之後再把我們的 丸皮軌 反規保護貼 順順的從上往下這樣放進去 這種卡件式的優點就是說 如果說啊 你隨時想拿起來的話 你只要這樣子 從中間抽起來 就可以拿起來了 除了卡件式以外呢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隱形貼 那接下來我為大家簡單介紹 隱形貼的怎麼貼 好接下來我們來貼一下無痕貼 它無痕貼也是相當的簡單 它總共給你八條 一般來講 四個角落貼一貼就好 首先你先這樣撕下來 然後按照你想貼的一個方向 它是一個雙面膠條 所以你先對準位置之後 先貼上 像我的話 我會建議說下面貼橫的 然後上面貼直的 這樣子貼會比較好 不管是用無痕貼 或這種卡件的方式呢 它其實還有一個很棒的優點就是 它都是可以拆卸式的 它不會說你貼了之後 後悔就不能再貼了 不會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再把它拆卸下來 所以你要清潔幹嘛 其實是相當簡單與方便 像我們這樣子 四個角落把它貼好 貼好之後呢 就壓住它的邊角 這樣子把它撕下來 如果怕沾指紋的話 建議你可以搭配它的擦拭部使用 接下來要貼下去 無痕貼也是更簡單 你知道對準這個邊角 直接順順的把它蓋上去就好 就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已經在筆電上貼上 頑皮軌防虧保護貼 那從正面看以外 其實你由側面或後上方看螢幕 都無法看清螢幕上的內容 它的防虧效果大概由 左右30度開始就會有明顯效果 由正面觀看螢幕 不會有像其他品牌那種 斜穩的一個現象 相當的清晰 而且除了防虧效果以外 它還具備看狼光的一個護眼效果 有效減少眼睛疲勞 在貼上頑皮軌防虧保護貼之後 不管你是在外面 或是搭乘高鐵 或搭飛機等等 都不用擔心旁邊的閒紮等等偷看 在開會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你旁邊的客戶 是會偷看你的公司內部資料 如果你是在家Word Phone Home的話 也不用擔心家人小孩 偷看你的電腦螢幕內容 那除了一般的Windows筆電以外 頑皮軌也有專門 forMacBook的一個磁吸防虧保護貼 也很好用 像阿達家 樓下大螢幕 就準備來貼這個 等一下貼給大家看 像阿達下面這個大螢幕 也一樣可以貼 就是尺寸大一點長一點而已 有沒有 大的一個螢幕呢 我就用這種長條寫 好 現在四個角落都貼了 無限貼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撕下來 直接貼上就好 這邊就超簡單 這樣子就沒有人知道 我這個螢幕在看什麼東西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看完了阿達剛剛的介紹之後呢 相信大家對防窺螢幕保護貼 應該有更深入的一個了解 它除了有保護螢幕看瓜的基本功能以外 更能夠有效保護個人使用電腦的隱私 並且具備保障資訊安全的功能 不論你是在家在外或在公司使用 都相當的實用 尤其是頑皮鬼防窺保護貼 還具備抗難關的一個護眼效果 簡直是一魚多吃啊 反正一般買筆電的朋友 本來你螢幕都會貼個保護貼 你既然要貼保護貼 還不如選台灣製造具備防窺護眼多功能的 頑皮鬼防窺保護貼 以上推薦給大家參考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與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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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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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